几百年前,剩下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,他们挑选出美丽纯洁的少女将其献祭给恶龙,被伤的人们没有出手阻止,男人想要夺回自己的未婚妻,还被他们按倒在地上,少女躺在船上渐渐飘远,技师熟练地唱起了龙之歌,呼唤恶龙来带走她的新娘,天空中传来恶龙的嘶吼,蜡烛也被狂风吹灭,男人绝望地看着恶龙抓走了她的未婚妻,爱使她战胜了恐惧,历尽艰险,找到恶龙的巢穴, 斩上了邪恶的巨龙,时光流逝,曾经残酷的仪式,也演变成了婚礼的习俗,这天公主和屠龙勇士的后代要举办婚礼,他们再次唱响恶龙之歌,洒下一捧捧猪果祝福这对新人,不远处掀起了风暴,可怕的恶龙将公主按进水里,连人带船一起抢走,之后小美在洞窟里醒来,看见面前有一只凶恶的野兽,她捡起一块石头这儿砸向野兽,突然一个声音让她躺下,不要动,小美将信将疑地躺在地上,野兽冲过来, 她闻了闻她的脖子,然后不感兴趣地跑走了,阿伟递给她疗伤的药草,小美以为她也是恶龙的俘虏,商量一起逃出去的办法,但是阿伟消息地劝她别离开洞窟,日面传来一阵惨叫,恶龙出现在洞窟上风嘶吼,阿伟再也没有发出声音,难道她已经被恶龙吃掉了,小美割断自己的长发,编成绳子往上爬,但是头发做的绳子太脆弱了,她愤怒地捡起一块石头,用力敲击石壁, 竟然真的敲开了一个大洞,小美逃出巢穴寻找阿伟在哪儿,不幸碰上堵在洞口的恶龙,危急时刻,她躲进狭小的石缝里,恶龙张开口喷出火焰,傍晚间,小美跑到了悬崖上,这时阿伟又出现了,拿着野兽听话地站在她脚边,小美仿佛意识到了什么,她害怕地不停往后退,不小心摔下了悬崖,阿伟跳下来抱住她,胸前亮起火焰文物,在小美的面前变成了一头恶龙, 随后恶龙接住小美,奋力扇动了翅膀,毫发无损的小美从海里爬上岸,恶龙躺在地上伤得很重,路得不变回了人类的形态,小美双手抬起石头,想要砸死没有防备的阿伟,却怎么也下不了手,海水也渐渐淹没了阿伟的身体,小美转身就要离开,但还是不忍心阿伟死去,回来将她拖上了岸,昏迷中的阿伟突然睁开双眼,她睁开身上不条的束缚,看着地上害怕的小美,眼中火光, 瞬间退去,再度陷入了昏迷之中,这个女孩结婚当天被恶龙掳走,既然和恶龙产生了感情,但是她依旧想回到人类社会,小美在海边找到了一艘小船,她试图自己划船离开,下一刻,海面上掀起暴风雨,她不得不回到山洞躲雨,阿伟还趴在地上没有醒来,想到她是为了救自己才受伤的,小美找了些草药敷在她的伤口上,用布擦拭她的身体,突然,阿伟胸口又发出红光, 小美抚摸着她的头,低声哼唱起摇篮曲,让她平静了下来,晚上,小美蜷缩在地面上睡觉,山洞里吹来的冷风让她瑟瑟发抖,她只好靠在阿伟的背上取暖,第二天,她被太阳晒醒,身上竟然盖着温暖的毛毯,还有一个火龙果当早餐,而恢复完毕的阿伟正在海边插鱼,小美请求她送自己回家,阿伟却说只要看她自己,因为这是一座 由恶龙的海骨化成的小岛,龙族世代在岛上生活,岛上的居民能看见蓝天白云,坐船而来的人却会迷失在物种,只有她对未婚夫强烈的爱在那引导她穿过迷雾,曾经的屠龙者便是这样来到龙岛杀死了她的父亲,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阿伟,亲眼目睹了这一幕,在愤怒和仇恨的驱使下,她纵身跳下悬崖,化身为龙,龙族的传承记顿时在她脑中浮现,千百年来,恶龙掳走人类的新娘, 再将她们活生生烧死,在灰烬中诞生龙族的新生儿,为了压制住血脉中残暴的本能,每当变身的时候,她就会冲进狭小的通道里,很多年后,她才能勉强控制住自己,无知的人们却又一次唱响龙之歌,这次阿伟没能及时冲进通道,等到意识恢复以后,她已经将小美掳回了巢穴,听了阿伟的故事,小美决定在未婚夫找来前,教她如何像人类一样生活,于是他们在海边寻找有用的东西, 把洞穴布置成舒适的住所,一边洗衣服一边吸水,在沙滩上追逐打闹,阿伟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,她松开手指,花瓣在空中飞了,像小美展示龙走眼中疯的轨迹,在龙岛上孤男寡女的相处过程中,梁渐渐暗生情愫,阿伟一大早摘好花束,想跟小美告白,她体内的血脉又重新点燃,将精心准备的花束烧成灰烬, 小美拿着风筝来找她,阿伟赶紧躲在石头后面,不想让小美发现她的异样,她环住小美浪漫地放弃了风筝,但是她一碰到小美的身体,体内的血液就开始汹涌沸腾,时间的火焰烧断了绳子, 这个男人在山洞痛苦嚎叫,她吹响小美教她的摇篮曲,总算是压制住没有变成龙,之后她看到小美藏起来的小船,上面放着她准备的海图和食物,一时间阿伟伤心急了,她以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女,没想到小美只想着逃离她,但是阿伟明白她是个怪物,不想让小美有一天像其他女孩一样被烧死,她只能狠心说出绝情的话,将小美从她身边赶走,第二天小美升起船帆,伤心地坐着小船里, 一看了龙岛,她遇到在雾中迷失的未婚夫,骗他们恶龙已经死了,所以自己才能侥幸逃生,回国后他们重新举办了婚礼,小美穿上华丽的婚服,而阿伟独自在山洞中思念着爱人,父亲一眼就看出小美有心事,告诉她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要听从自己的内心,小美沉默地落下一行眼泪,看着手里指折的小龙,仿佛看到了在空中腾飞的恶龙,所以小美被抬出去经营婚礼,为婚夫用力地扯着粗麻绳,将小美的船拉向她这边, 与此同时,阿伟也走上了悬崖,想要了结她罪恶的生命,火焰的纹路又一次浮现,她却吹响了那首摇篮曲,不愿再变回恶龙,突然,小美从船上坐起,大声告诉人们, 在未婚夫难以置信的眼神中,小美解开船头的绳子,缓缓地站了起来,摊开双手,高声唱起龙之歌,虚妄心爱的恶龙来接走她,那条黑色的恶龙果然来赴约了,轻轻抓起小美的身体,未婚夫想攻击恶龙,却被身后的护卫拦下,护卫还挥拳揍了她一下,因为她喜欢小美的姐姐,而且未婚夫根本不爱小美, 只想继承那爷爷的爵位,恶龙带着小美飞入一巢穴,然后丢在祭坛上,她正要开始吐火,小美自然抱住恶龙的脑袋,直接吻了上去,恶龙顿着吓得慌张后退,冲了小美呲牙离嘴,小美一步步走进恶龙,说无论她是人类还是恶龙,她的爱意永远也不会改变,恶龙也终于不再拒绝,拒她的脑袋躺在小美的膝上,有情人装成眷属,影片最后,公主和恶龙在山洞里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, 还有了一个调皮可爱的女儿,爱能够战胜恐惧,跨越人与龙的种种竞技,也能让人拥有一双真正的翅膀,飞越一切艰难险阻 好了,今天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